辣椒螃蟹还是绿蛋糕 辣椒螃蟹要剥壳吗 不用 刷一刷 大家好 我是来自Yes YouSanSan的DJ KUNZ KUNHWA 很开心我正式加入刷一刷主持群 听说这个节目不得奖 还不敢请我来主持 也是 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很四块的人 要得奖 我才来主持 没有 开玩笑了 很开心可以加入这么优势的一个节目 希望可以为这个节目 再拿一座红星大奖 那今天呢 我马上来上班 直接干掉原来的那个主持人 而且我请到了一位我的偶像 来上节目 欢迎大家来到林永佳的这场 演唱会前夕的歌迷界面会 想不想听林永佳唱歌 林永佳 女士们 请不够大声一点 让我们来举掌欢迎林永佳 欢迎我的爱豆林永佳 好有精神 大家好 各位新加坡的朋友 好 我是林永佳 欢迎林永佳来到新加坡 刚刚办完的这个歌迷见面会 就是非常特别的一场活动 因为在其他城市都没有 感觉如何 我有点吓一跳 因为刚才场地的这个人告诉我们 有6500人 几报了现场 我们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都是人 还有 今天会不会唱太久 我超开心的啊 因为我看其实大家好像 也没什么人离开 大家真的都很放松就在那边 那我就继续唱 是啊 你越唱越热啊 对 真的很热 对 我刚唱完忘记还有这个访问 是 所以我刚一唱完就只想说 哇 我刚回房间我要洗澡 今天天气很好 也是有点热 大家多喝点水 但我这样子给你们这个建议 有点好笑 因为其实我比较像是这个 我刚到新加坡而已 你们应该都比我更习惯 那我多喝点水 希望今天可以唱很好听给你们听 他们喜欢看你喝水的 你喝一下 给他们拍一下这样 对 他们更喜欢你的水平的要不要 不用了 这次带来的全新专辑 第六张专辑 王 乐 罗 跟我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好不好 王指的不是我 英文就叫做乐 罗 所以其实要讲的就是 在遇到许多的人生的课题 许多选择的时候 希望我们心里面都是非常正面的 像爱一样的这个价值观 去帮助我们做选择 因为在疫情那段时间呢 其实是我非常辛苦的时间 除了有我生了女儿 所以有一个甜蜜的负荷嘛 但那个时候我很亲近的家人 得了很严重的癌症 所以呢 这张专辑呢 如果你听的话呢 它也像是一个 以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作的剧本 那好像从一个阴暗低潮的人 然后遇到了一个奇迹 然后开始用不同的这个价值观 跟眼光去看待人的价值 看待这个家庭 看待他生命的课题这样子 心不想烦躁的许多 有孤独的自由 去这里演唱会叫做 爱豆嘛 对不对 爱豆 嗯 请问你在家里是 孩子们的爱豆吗 还是你是属于演副型的 我是常常跟我的小孩 表达我的爱意 表达我爱意的爸爸 是 就是我常常会跟他们说 我爱你 非常很长 很长 会不会长到他们觉得 嗯 爹地太多了 有时候 但说真的 对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嗯 我觉得亚洲人都这样子 比较难一点 因为可能从小也不是那一种 很常跟我说他们很爱我的那一种 诶 有五种 五种方式表达嘛 对不对 他们可能会用 买很好的东西给你 或者是我们去吃一个大餐 或是我们 爸爸妈妈在你看不见的时候 问你忙很多事情 这样来表达 我本身是很能够 因为别人的语言而感受到支持 你跟我讲说我很棒 我会真的很感激你 这种的 今天看到好几个这个小朋友 跟着爸爸妈妈 诶 你小朋友们 你看爸爸妈妈 把你们扛在肩膀上 你知道很酸吗 不知道 爸爸妈妈太爱你们了 想要你们可以看得见 前面这个叔叔在唱歌 好 哥跟我分享一下吧 所以结婚的感觉是怎么样 结婚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真的如果假设有一天 你遇到那个人 然后你们决定要结婚了 那我觉得 一定要提醒自己 这个婚姻不能随便的 因为自己的原因就破坏它 而且我跟我老婆 也是会吵架的好不好 所以夫妻会吵架是很正常 就为了对方 为了爱 然后多学习互相的包容跟忍耐 我觉得结果只会越来越爱 是 我们来讲一下这次演唱会的亮点 好不好 已经巡回了非常多的城市 然后新加坡站 有什么大家可以期待的吗 对 8月30 我非常期待 所以 因为这个是我出道十几年来 第一次在新加坡要办一个 这么大场的一个演唱会 这个演唱会在巡回的这几年当中 它是我的一个里程碑 口碑跟票房都超过我想象很多很多 而且后来我们有这个团队的人 就把这个演唱会拿去报名了国际比赛 结果还得奖了 就得了这个IF Design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骄傲的作品 所以我就一直很期待 哇 我从来没有在新加坡办过 这样规模的演唱会 然后我真的很希望 可以让新加坡的歌迷感受到那种 我终于看到这个又加一个很棒的作品 是 是 是 所以你在新加坡很喜欢点歌环节 演唱会有点歌环节 我看到网路啊 我现在已经安排了一些 我现在至少有一首歌我想说 我决定要在新加坡唱 然后那首歌 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完全没唱的 太棒了 对 在这个团队里面完全没有唱的 真的 只给新加坡赚 OK 大家赶快去买票 我们今天准备了 快问快答二学一的题目 现在考一下又加的 要直觉型的 要直觉的话 就是要有点半岁半女回答 真的啊 那我们也一起睡一学 我也可以半岁半 半问啊 第一道题 跳舞还是Rap 跳舞啦 好好好 可是Rap不是比较容易吗 对你而已 没有 我觉得Rap比较难 真的啊 你传给我 哥 要怎么传给你这个 我再传回了给你 有啊 厉害啊 演唱会会跳吗 有吗 应该 有吗 我不知道 讲三句话 打一个阁 还是走三步路放一个屁 这个打一个阁吧 讲三句话 打一个阁 这样怎么唱歌 三句话 打一个阁 跟什么 跟走三步路放一个屁 都不太能唱歌 放屁不行吗 不行吗 肚子那么痛怎么出力 难怪我不是歌手 跟家人野餐 还是跟家人看影集 两个都不是你常做的字 看天气 看天气 看天气啊 看天气 可是我以为此时此刻 你最想 我应该想先洗澡 这一道题 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还是不再有人爱你 这么可怕 对 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吧 这个比较不可怕 这个比较没关系吧 反正有家人照顾你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 全部从到 我从上一题开始就在乱选 你再选一个 辣椒螃蟹还是绿蛋糕 绿蛋糕 绿蛋糕 辣椒螃蟹要剥壳吗 不用 两个都很好 两个都很好 但我如果是我吃的话 我先吃螃蟹 再吃绿蛋糕 一定是咸的先子 还甜的先子 没有 我会把这个 碳水放在后面 好好好 对 这个身体 我觉得也是 还蛮 都可以啦 看你怎么运用 这些使用 感谢我们的健康大使 林佑佳的提醒 记得多照顾你的健康 真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 然后长保年轻 是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 一起做这个动作 开心 开心 刚刚你的那个动作是 开心 开心 谢谢林佑佳来上节目 谢谢昆华 哇 你真的太有精神了 今天很开心 跟林佑佳相处了 非常多个小时 尤其歌迷会 要认识人来风 原来唱三四首歌的 结果唱了六七首歌 那么多 不过 你开心最重要 当然我也很开心 今天是我正式加入 刷一刷主持群的第一集 希望你会喜欢 也希望老板可以继续找我 主持很多很多的集 我热爱主持 谢谢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